柏拉图鱼之导系列安装演示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柏拉图生产团 鱼之导系列面线管的操作是六相机 请说来 第一步把我们打开 炸鱼机密 然后我们要使用冲气筒 这个冲气筒有两个方向 第一 Filt Infilt Infilt是冲气 这边Defilt是吸气 首先我们把这个接到冲气的状态 第一步是跟冲气垫 咱们把它扭上 打开 把这个冲气垫 冲气环一个弹方钮 这样是一个放弃的一个锁臂状态 让它自然放弃 这样向左方向拧 就是关闭 然后就可以冲气 对准这个口 往下压 往右拧 就会进入冲气状态 这边有一个红色按钮 这个是锁臂的状态 是双向冲气 双向冲气的状态 会感觉沉一点 但是这个速度会快 如果打气先累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电动冲气 这是电动冲气的冲气泵 跟那个手动打气的一样 也是一个Infilt或Defilt 一个口 我们先冲气 我们就拧在这个上面 第二步 对准这个口 直接往下压 OK 接下来我们把电源 插到我们的点音去做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 你看有一个PS 不快 如果我们现在是选择了PS的数字 然后我们调12 现在12 这个过程大致上 需要8到10种 我们先选用一种 自动充气的那种状态 然后我们在 爬到一定压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选择打气螺丝 那个停了 到设定的去压 自动它就会停掉 刚才我们设定的 12个PS 它到了 自动会停 我们向左边往下推 向左 这样 卸下来 接下来向下压 向左边拧 然后拧上 OK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需要安装的配件 给大家展示一下 4根 支带 6米的支带 有4根 有车顶行李架连接的支带 鞋带 机子 全部需要的工具都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两边的距离 把它试着 我们放上之后 需要 用这个支带 与行李架 连接 大家看 我们下面有一个 十字 支带设置的 我们可以 根据我们的位置来确定 穿过 与我们的行李架 这种形成的一种红板 拉紧就行 接下来我们 还有一步 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 一个支带 有地形环连接 在地形环有一个角 有一个四根 在侧面 也有 我们可以选择 跟车 最近的 用它拉也可以 这个拉 用轮骨 穿过轮骨 也是一个日子扣 这种形式 从这儿穿过去 跟上面形式一样 穿过来 好 我们 带一点劲就行 紧的时候往下压 拉就行 压越紧 这个距离 OK 有点大 拉的 这么紧 这四个 都捆好了 咱们往下紧 往下拉 越拉越紧 这一样 你看 非常介绍 看我们的鞋带 刚才给大家讲的是 第一步 充气 安装 第二步 是打开外罩 把咱们整个 仗体 支撑起来 然后用我们的 手动打气泵 这样的接口 对准 这个充气口 向右 拧 这样就会充气了 刚才我们充气已经完成 下个我们把 门的 窗的 窗户支撑起来 首先我们用 这两节的 连接一起 这个整体 穿在 门帘的 中间 顶部部分 从那 穿过去 这个 骨结杆的一头 穿在 能连的下角 用来粘扣 把中间 粘上 一看就会 安装完成 后窗户这个 单根的 也同样 插在后窗的 中间部位 我们把这个 四根的 连接一个 枕极 插一个枕极 同样 插在 中下角 后窗 安装完毕 我们另一次的 门 我们也是 同样 两根接起来 插在 中间部位 这五根 也一样 我们整个 支撑 安装 完毕 现在带大家 上帐篷里面 我们去 感受一下 咱们这个床 长是 2米2 宽是 1米6 这是足够宽的 一个 双人床的标准性 空间 非常大的 OK 这是外照 外窗帘是一个防雨 保暖 坐影 拉链的时候 会这样 全部拉开 防纹 空空 效果就非常好 夏天 非常舒适凉快 我们 头部 基本上从这边睡觉 就非常OK的 看 空间非常大 我们这 一家山口 很舒适睡得上 整个天窗 可以打开 躺在里面 晚上 可以看星星 给大家 我们展示一下 把整个 天窗 拉掉 外照 我们想打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 从这边 大家看一下 有插扣 我们把它 解掉就OK 非常简单 按住 开了 前面 还有个插扣 我们把它 解掉 我们站在里面 也可以解 再在外面 也可以解 在这个位置 有插扣 解掉 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一捏 就解开了 现在我们整个 外照 就可以拉开 在里面也可以拉开 会不用的时候 你这样 可以拉开 我们现在 就可以拍 外照 都可以站出来了